飞哥前天存了500块钱在这里啊 我刚刚碰到王哥我给王哥说了 然后王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刚刚你说的 我说把飞哥这500块钱 我本来就是说就放了他来 就是说请什么大汉瓜 飞瓜小汉瓜这些过来 我从来都没请过 包括王哥我从来没请过 我就是说把这500块钱来请大家吃猪蹄 请大家吃猪蹄 可能500块钱不够啊 就是如果不够的话就吃多了 就你帮我转 就我给你添 你估计要花多少钱 10个人左右吃猪蹄 可能我们昨天去问了一下 大概有其他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来的人基本上都请到客 你还没请过客 对我觉得你还认识你这么久 我从来都没请 这个想法不错啊 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 但是根据个人情况而定 你现在请了你没钱吗 你现在还有钱吗 我现在不是在飞过来 每天可以做一百块钱钱吧 我说你现在还有钱吗 现在还有几十块 还有几十块钱 反正这个请就不必了 大家都能理解知道吧 有这个心意就可以了 这个钱就还是存在我这里 你没钱了 你就来我这里拿 但是我一次性不能一次给你 就一百块钱一次性 尽量用两天 对吧 这个是本来大家也知道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我那个纸条应该都还拿到的 昨天给我留了一个纸条 我读给留到网吧的 百万你好 相识一场 这个可以 可以 可以啊 我不用拿来看 就这样 这个是这个 你来读 我有些字认不到 嗯 杨姐你好 像是一场没有无散的宴席 对于天下 王国不才 向你发表 请你保重 至今再见 没有人忘记见 啊 为什么 昨天是什么 早 早 你看前天没看见你吧 嗯 昨天前天没看见你 嗯 我不能我想去那边去 你又 我又忘记不着你电话号码嘛 嗯 所以 本来想走哪里去啊 想走哪里去 本来 昨天我不是来师兄过来的嘛 嗯 我本来又想去那个 绵阳安州区 哦 去年去的那个地方 嗯 嗯 但是我最后还是决定不去 哦 哦 那其他就没啥了 我当时我拿到这个 我有点诧异 但是 我的感觉 呃 有可能你不会走啊 因为 去哪里嘛 对吧 去哪里现在都预期 又是预期 啊 对对对 现在不好走 其他就没啥 啊 也 现在你主要是存钱 我之前听小鱼说 前段时间你在他直播间也 挣到蛮多钱的 昨天都挣钱了 昨天在汪瓜和小鱼 对吧 对啊 这段期 时间其实你收入并不低 这个我不多说了 好吧 好嘞 每次都说这个 好 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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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